看見電動車就想起我的電動車 到現在還未搞定電池 喺喺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有很多是損伴的 怎樣損伴呢?價錢當然是超低 但當它到最後你成交之後 它是隨便寄一些東西出來 又說不見了 你會有時間追 而且你預計它有時寄了兩三個月 你收到的時候 可能你忘記了 忘記了一件這樣的事 先走到上面吧大小姐 我們稍後再由那邊樓梯進去 今晚那頓好像沒有序悅落 很大風 想不到我們剛才還這樣走去放航拍機 這也證明它的航拍功能 是真的很穩定 而且充電是比較久 大家要留意 幸好我這輛有三個電池 有三個電池 真的耐玩很多 說何方在這十年 終於都開了所有店鋪 即是下面 當時它都捱過了最艱辛的時機 如果以這裏來計 我們光顧過 譬如上次有一間鏡頭 大概中間位置到吃日本餐 我們又光顧過 接著就 加盾 桃花園 還欠個回轉打火鍋 有網友答應請我吃 接著到現在都還沒得了 那天你來這間大三園 還是哪一間 不是這間 我去了士嘉堡那間大三園 OK 這裏呢 上次你不是說有一間比較特別 裏面好像 還在這裏呢 好像Café Alice沒有做 那這間 這間火鍋 這間 這間路邊邊的 裏面的裝潢是很特別 不過火鍋的東西 它們是屬於麻辣那種 未必適合我們的口味 有時候想 譬如現在前面的垃圾站 很多時候 你看樓上就有住宅了 是啊 那你可能垃圾 壓榨的噪音 因為有一部Compassor 即是Squeeze 那些握小的紙皮 或者壓縮那些 原本的垃圾都要壓縮 你看它已經掉了招牌了 火鍋 對呀 人家都曬到掉了皮 都還未有得吃 然後這裏呢 你看樓上就有住宅 可能都要抵受一下那種味道 噪音 夏天狼地會拍 不只是這間 可能再高一點的位置 破爛了 槍 很多人經常跟我爭辯 不是吧 怎會是法寶膠 我就拍給你看 撞爆了的位置是甚麼 你看到嗎 它是法寶膠 然後裡面有些是鐵 有些是石屎 不過面後一定是法寶膠 然後再批尼龍網 這裏比貨車撞爛呢 路程後走到剛才尾 就發覺 部機有些疾 我想咦 可能好像不夠RAM 我要停了拍照功能 先跳出去 就是叫清理 清理裡面有些雜巷的東西 讓它釋放一些RAM 現在釋放後好像有點順 剛才看到那些畫面有些起格 其實處長拍攝是很隨便的 走到邊就拍到邊 也沒有甚麼特別的內容 大家其實都要知道一個生活上就是這樣 拍攝開著部機看到的人與事與物都可以記錄 上班年有一天有人在唱歌 誰在唱歌 你說那人在試部機的時候在唱歌 大小姐你不是去大統華嗎 你自己有說上邊去看看 我說拍攝大統華 不是 拿回到外面 那你不是上去兜了一圈 給大家看看 現在是多了些甚麼店 我打算都是一些簡單的那些 因為這些是一些小的店 你不用說 那間余生店那麼出名 我們那麼多年都未幫出過 一不是它又要訂 一不是我又沒有時間 你一說要訂 其實我便很沒興趣 是要訂東西 要訂東西 而且它是結尾才開的 主要 是嗎 雖然疫情慢慢舒緩 但你夢下去都是 始終都是 為甚麼呢 是太多的舖位 是不是太多的舖位 所以是有些畫 即是教小孩子畫畫 那些這樣多 進駐 柳子這條雞蛋仔 2個15元 5元2個其實都很抵食 很抵食 檸檸檬水 1元 那你真是一個幾毫 兩幾元 多些小孩子在這等 除了這裏 另外 我們經常都介紹 去到這一行走進去 中間的位置 又是一間 又是很抵食 那有時 我都說最緊要 你小朋友多的 有幾個小孩子 個個都珍珠奶茶 雞蛋仔 那你變成一個 都挺重的 挺重的 每樣買些 又有街邊腸粉 是呀 那變成上來這裏買 上來這裏買 其實便宜的 小孩子又開心 哎呀 等他日後 找到錢的時候 就等他自己去吃一杯 喝一杯10元的珍珠奶茶 這裏除了有些 有些乾貨在這裏 然後我們直接由這裏 走進去大統華 這裏曾經是一間 很大的江瓦店 不知道 花瓶那些東西 現在沒有做 整個 整段 釋放出來 做幾間套在裏面 這間大統華 其實有很多人幫助 對你說 不過它不及 瓦頓那間 真的比較厲害 瓦頓那間長期 都是這麼好的生意 大小姐 今天我們主要買些菜 買些肉 是呀 賣廣告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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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疫情前 我們經常都在 都不是疫情的 我們開始拍攝的時候 都不是疫情的了 已經開始了 那時買 是呀 今天芒果 10元99元 美麗嗎 可以了 大概一不用多 一通菜 通菜美麗 1元99元 那不便宜了 2元薄 2元薄 很便宜的 早前 那時還在買 這個蛋撻 有時 拋他臨收工 減價那些 4元有7個蛋撻 有些還配合 有葡萄 那些 便宜了 但現在沒有這支歌唱 大小姐 去到 7元 去到 好像 由4元加到7元 等我到處走 好呢 我開著部機到處走 為了拖時間 等大家 在日常生活裡 都好像和柱長一樣 會看到一些 比較 平民化的東西 壽司的盤 今次 不好意思 多了一個 這個是有戒指的 是賣23元 好 那天我便在這裏買 戰虎牛扒 我當然 我是第一次 做這麽大塊牛扒 不是完美 我都會嘗試 再做好些 下次再請大家 來我家吃這個 戰虎牛扒 Food Quark 這邊 它的奶茶 OK的 2.49元 我真的覺得現在的市價 甚麼都貴 如果你不介意 味道 它都已經是 可以接受的程度 有些會寫著 無糖 這杯 2.49元 這麼大杯 我覺得 真的沒得輸 大小姐有購物袋 待會再叫它拿 一場來到 但我不是很喜歡 它的珍珠 不知為什麼 總是不太喜歡 是奶茶我喜歡 這裏有些熟食 早前疫情差一點的時候 就會分開它由負責人幫你筆 有人在這裡照顧 要戴手套等等 現在只剩下手套 有安排 它有些膠手套 積氣的那些 拿回牛腩 它這全部是斷重量計的 就叫你進餐前請你洗手 或者是 其實你拿東西之前 最好是洗手 最好是洗手 然後再戴上 亦都戴上黑膠 即是戴上那些手套 亦都是 戴著口罩 也要戴口罩 在這裡這麼多小食裏 我真是唯一推薦 這個 這個是 是很好吃的 其他那些可能會油一些 豬耳 雞腳那些 夫妻肺片那些 不一般 是這個 這個好吃 有這麼多 其實是大董華 夠膽在這個位置 開一個 開一個坑出來 是讓你看著它斬 這樣才老實 其實你見到 很多蕭蠟蕩 是遮蓋的 師傅下刀 斬幾東西 不知道丟了什麼 你看不到 但它夠膽它擺出來 我就願意給你看到 師傅下刀之後 有些東西擺去哪裏 或者齊不齊 我聽不少 有些人說 回去又不見了半邊 燒腩骨 雞又不見了腿 其實你發覺 那些蕭蠟蕩 越強行將前面遮得高一高 那些 是越大風險 我覺得做生意 應該老實一點 譬如你秤的時候 是兩磅蕭肉 那你斬出來 當然 你可能說 有些洞了 和你削了去 但都不至於說 不見了一半 在現時的環境裡面 很多人都仍然會 戴口罩出街買東西 我們華人的社區 比較注重 這件事 所以有時 未能夠 好像西人社會 那樣完全不戴口罩 不過我覺得是好事 你就算防不了 即不是防這個 這個Omicron 你也在防這個 新風感冒 好了 我們買這個奶茶酒的時候 剛巧它在減價 還變了199 好 走了 拿好奶茶之後 我們又繼續行 繼續行 醬的糖 但不會燙 我覺得都幾難燙 你看巴士多小 對呀 多小 通常這些都是放的尺寸 你看看 還打到頭盆 爛了 那條 是啊 這些可能是養的 美國運上來養殖 始終野生那些 經常運動 不同 溫蟹 當然是溫蟹 溫哥華蟹 是啊 現在加到24元 好貴 我們最便宜見過 這隻龍蝦又跟牠掙扎 抹大個鉗 好生猛 不斷咬牠 不斷咬牠 這個是 太子龍蝦 今天是12元一隻 我見過 8元我都見過 其實龍蝦 就沒有大統牙龍蝦 還是什麼龍蝦 生猛的就是 對不對 好 通常我們的習慣 都是入了間店鋪之後 逆時針方向 這樣繞一個圈 通常都會一進來的時候 就是蔬菜部 這是有一個設計的 這個是西人想出來的 就是你買完蔬菜 那裏 五十六色很開心 接著順著去看 到最後才看這些凍肉的東西 當然離開之前 就會經過一個最危險的部門 就是女前門的化妝品部 很危險的 就算被你過得到化妝品 都很難過到雪糕這個部門 都是很危險的 現在就 穿過所有障礙之後 就去到收銀柱